不少原住民部落跟學校 因為巴巴風災而搬家 民眾和學生的心中 有無奈也有感恩 而來自屏東泰舞國小的一群小朋友 用他們的母語吟唱排灣族鼓搖 唱出自己的心情 十三位來自屏東泰舞國小的排灣族小朋友 聊亮歌聲唱著一首名為歡樂歌的排灣族鼓搖 雖然不見得大家都能聽得懂 歌詞的意思 但輕快的歌聲讓所有現場觀眾 包括總統夫人周美青在內都沉醉其中 兩年前的巴巴風災 重創泰舞村與泰舞國小 這些孩子們只要搬到位於平地的新部落生活 到新校舍上課 但透過古遙傳唱 他們和位於北大武勝山旧部落的祖林 井井相惜 老人家說巴巴風災就是一個故事 我們就放在歌曲裡面 讓它變得更美麗 推這個的過程當中有很多很多的辛苦 從他們不會母語 還有他們父母親那一輩是完全都不會唱傳統歌謠的 常馬克也談到為何會教授孩子們鼓搖 2004年泰舞國小參加全國鄉土歌謠比賽 雖然獲得優異成績 但唱的卻不是自己的母語 因為自成遺憾 常馬克決定要教小朋友們學唱排灣族鼓搖 唱這些歌可以讓我認識自己 知道自己是排灣族 我們就是一群很喜歡唱歌的小孩子 七年來泰舞國小的孩子們 一字一句一音一調的反復練唱 就是希望能用母語唱出排灣族鼓搖 把祖先留給他們的文化傳承下去 記者有張志崇 張志佳 劉瀚玲 特別報導